下午了好舒服 这个温度是要不晒了吗 我们走路到岛上溜达溜达吧 这是浅淀的这个充气的地儿 这充的是空气压缩空气 好多人还说以为是氧气呢 就是压缩空气 我们三个人换了身衣服 带你上岛上溜达一圈 小心点 有的板子是空的 小麦布 这个可是凉的 有发电机 还有淡水处理 这边就是属于渔民的村子了 你看这个 小孩 当真是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你看这学校盖子这么好 这个小孩至少说是从小能上学 已经很不错了 这应该是导常供电的地儿吧 柴油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 这个鱼不就是今天浮钱的一大堆那个 就这个鱼蓝色的 珊瑚鱼 拿来烧烤这个 这个说皮 就那个吧 就那个说皮特别厚 这小商店还蛮多的 这是啥东西 这是油炸香蕉啊 这是 这不是那个米线吗 这个 应该有米线吧 然后 哎呦 龙华面肝肠有限公司 来来来 硬金鸡8片 真的好吃 你别说味道还真的不错呢 一块钱8片呢 这么便宜啊 空心菜挺新鲜的吧 这个姜豆有点拉胯 看一下啊 鞋子杵肉包包菜 那个是啥来的 胡萝瓜 黄瓜 这边倒是干净啊 人家有人打扫啊 先把那真的要改变一下了 他也是 有地方打扫一下去干净一点 不打扫的地方呢 就脏兮兮的 这两边你看都是铁丝网的 是 发电机的声音 这应该是高端度假村的发电机吧 还有柴油 嗯 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吧 走 还好有冰水喝呀 来 再一个 最后一个吗 我吃一吃啊 嗯 嗯 这就一个小社区啊 嗯 香茅草 这个船就是像刚那个船造成功的样子吗 它是木的 对啊 我还以为是它那个纤维 没有木的 你看它现在补漆什么的 屁 马布 嗯 纯木的 这是一种浇水 那种逆子粉 逆子粉 反正在 哦 哦 那就不是浇水算是逆子粉一样的了 就这边啊 便利店也太多了吧 感觉有二三十个便利店 就直接直接拿了就行了 它一根烤肠一块钱 来 来 来 太哥 这小子看 他在放纷枕 这是他自己造的纷枕吧 对啊 这造型很好玩 一为一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快乐 哎呦 哈喽 啊 OK 这小孩子真的知道 太欢乐了 这是最无忧无虑的年纪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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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马布岛 超级连赛杯啊 倒超 哈喽 都是广角梯啊 哎呦 这是球门啊 看清楚啊 来 给他们一双鞋那了不得 这个球场是个啥形状呢 我没搞懂了 反正边界很模糊 哦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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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多少 gr 有 lev 有些花蟹 然后一些山芋鱼 mov 可以啊 oo 四十块两个块 四十块两条 反正你只要站在这儿就有人来给你买海鲜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价格开的都是越来越高了 因为游客多人嘛 吃不动海鲜呢 而且上他们这边真的是好贵 就属于那种开口要价 直接喊 因为他面对的很多中国人 都是直接从国内飞到斗河 然后酒店就接上来 直接上岛 他没有在其他地方消费过海鲜 不知道这个行情 他们都会认为哎呀好便宜好便宜 那边是一个小酒吧 我们就在这儿看点晚霞行了 对啊 中国土豪哄台无价 没办法呀 你很多中国人我就说了嘛 他直接进飞过来 在他眼里200马币300马币都无所谓 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不值钱 那天买的那么大 80块6千 我都嫌贵了 这个岛上的海鲜比仙门大小镇贵好多 因为住在这儿的很多中国土豪 不在乎钱啊 随便吼啊 哎呀就躺在这儿 这里是海鲜 我们这里不是武器 200他还不肯卖呢 200他还不肯卖呢 他已经是掌握到了这些中国有钱人的心态了 知道吧 你们中国 他们不会是也下了个 类似于中国的这个海鲜软件什么的 我们知道你们国内的行情 你们直接飞过来 又涨到220了 如果说去年的话 真的几十块钱搞定 今年的话 这些渔民 哎呦啊 死尽开 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们昨天 你看我们昨天那桌子 那个螃蟹 我们他们只吃了几口吧 反正我是一口没动 那个虾也是 胳膊就吃不完啊 这个这个海鲜吃多了也遭罪 吃饭了吃饭了 7点钟开饭啊 还就是炒了几个菜 中午感觉差不多 鸡肉鸡肉鸡肉 鸡肉还能吃得动 鸡肉的话够呛 然后就是这个同样的清汤啊 这捞一点汤得了 这个汤真的是 打个鸡蛋也行吗 跟中午的差不多 就晚上呢 可能蔬菜多了点 也就是包包菜 还有个小青菜 岛上有个蔬菜吃就奥美托博了 嗯 我吃完饭你们先在上面玩 我睡一觉 然后睡醒再找你们 最近有很多天 都每天只睡六个小时 昨天可能只睡五个小时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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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饭了 睡醒睡醒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